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 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在诗意的世界里 让千古明天陪你天长地久 我喜欢桂花 它没有艳丽的色彩 但有沁人的芬芳 深爱桂花是从一首词开始 这孤天 桂花 每当读起这首词 我都仿佛能够看到 那个与我年龄相仿的李清照 我好像能看到 一千年前秋风起时 丹桂树下 金色的花落在它的鬓发之间 衣裙之上 桂花香 满沙袖 浮了一身缓满 暗淡青黄 体性柔 只有内心清静 知觉细腻的人 会关注到这暗淡青黄的小花 听见它落下的声音 端详它细腻柔软的美 情书既远 只相留 远离了便凉 淡泊了名利 心远地偏 世雅相浓 你与爱人一起隐居青州时 写下了这首词 碰一盏桂花引子 找个冷门的典故考考爱人 问他这故事出处在哪一本书 第几卷 第几页 第几行 我的记性好 总能胜过它 有时高兴过了头 不小心弄翻了杯盏 泼得满是茶香 花香 你的寻常生活 成了千古风雅 也成了爱情典范 后世多少爱慮 效仿赌书泼茶的雅趣 就连纳兰幸德 也带着遗憾畅往 写下了赌书萧德泼茶香 当时知道是寻常 何须浅碧深红色 花入有情人之眼 如果以花欲人 桂花是个淡言的姑娘 桂花一样的姑娘 温柔 和气 天眉浅笑 还有点距离感 远远打亮 也或许不会被 桂花般的女子吸引 一旦亲近 那香气冉冉在衣 挥之不去 如果不是这首词 我不会将心里的你 想成桂花这样的女子 容貌明媚 天姿聪颖 慈张绝伦 这样自带光芒的人 却体调着一朵小桂花的情史 桂花虽小 情质高雅 何须浅碧深红色 自是花中第一流 自是花中第一流 也只有你 能替桂花博得花中第一流的位置 而这首永贵词 也是词中第一流 没有取秋风明月 也不写花影天香 只用朴素明白的语言 桂花的高尚气质 与柔美风姿 就与你的高洁志趣 合而为一了 桂花原本开在深山 不与杂木并处成林 如果花中有银者 桂花则是银者中的 卓尔不群之人 她香得不可一世 整个秋天都要成为她的修辞 她不要经验四座 却有不容忽视的美 所以我说 梅定度 菊应修 让菊花羞残 让梅花忌妒 让九菊花中榜首的花魁们 输得心服口服 我所表达美好 从不被传统所定义 更不会被士大夫的标准 捆住手脚 你善于打破成规与权威 用自己的眼光 思考 判断 辟除新格调 自成新宗派 女子都应该有桂花那样 韵戒却蓬勃的生命力 这是一种对自身深刻的认同 是千年前的女性 对自我生命的尊重和珍视 你有超越时代的眼界和胸襟 以词为宣言 在今天听起来 依然充满了自信的力量 那是体质轻柔的坚韧 是内心坚定的自信 因为自信 所以画篮开处灌中秋 画篮开处灌中秋 好一个灌子 用得淋漓畅快 生动深情 无懈可击 我喜欢你 喜欢极了这种坚韧与自信 我就是要自信 为什么女子不能自信 谁说只能由男子定义女子 而女子只能被男人点评 所以你写了词论 你纵论词坛一众权威 要是在今天 你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毒蛇月评人 你就是来整顿职场的 前人的文章词赋 本就是留给后人评说 我的也一样 大宋文坛也好 千古文人也罢 没什么不敢评 不能评的 所以你拉着屈原 陪你的桂花 收束了这首词的下片 骚人可煞无情思 何事当年不见收 屈原在离骚中 招引木兰之坠露席 西餐秋菊之落英 把花花草草香兰美物 浑身都坠满了 也没提到桂花 还真是被你挑准了 像高手在棋盘上 找到了打结的结眼 布局谋篇 写一个字 就像落一颗棋子 我喜欢跟古人神交 跨越千年 还能打个结眼 才有意思 跨越千年 因文字而神交 读千古名篇 立千年而共情 真想请你来我的世界 和朋友拔展 言欢 谈谈生活和远方 工作和理想 还有十字路口的彷徨 像桂花那样绽放就好 用生命本来的姿态 自信盛开 一束芳香 暗淡清黄 体性柔 情书寄远 纸相留 何须浅壁深红色 自是花中 第一流 梅定度 菊英修 画篮开处 灌中秋 骚人可诈 无情思 何事当年 不见收 情书寄远 纸相留 有人闻香而来 足矣 自是花中 第一流 相留千古明天 真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